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冰 前一阵黑神话悟空的预告 不仅在国内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 还着实在国外大火了一把 油管上IGN半夜的预告片 成为了其账号8月最热门的游戏视频 至今已经收获了近600万的播放量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大概5月前Epic发布的虚幻5演示demo 在IGN的播放量至今也不过730万 除了预告片本身的高播放量外 黑神话还引起了不少游戏播主和游戏自媒体的讨论 比如鼠毛社就出了专门的视频分析其技术表现 各种主播也都出了相应的reaction视频 连战神之父大卫杰夫这样的业绩大牛 也对林须子的技术表现赞不绝口 不过如果大家真的看了那些视频就不难发现 让外国玩家感到惊讶的 其实还是游戏的美术品质和玩法设计 而对于那些让中国玩家们激动不已的片段 诸如大盛登场 混战中的大闹天宫等 他们却没有表现得很激动 甚至会产生怎么又来了个猴子的疑问 这无疑反映出了不少西方玩家 对西游题材的陌生与缺乏了解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简单聊一聊 西游在外国的传播情况 并回顾一下之前那些 化用过西游IP的游戏产品 他们做出了哪些奇奇怪怪的改编 口碑又如何呢 耐心看完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让我们先从黑神话视频的评论区 继续来看一看西方玩家们的常见误解吧 在IGN的视频下 评论一二三名分别是牛逼厉害想要 但排第四的是一个澄清 那些说这是抄龙珠中悟空的人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孙悟空是中国小说西游记里的形象 400多年前就有了 显然有些人可能把龙珠和西游记的 主次逻辑关系搞混了 下面还有人说 不要以为视频里的影分身是抄火影忍者 那也是有中国文化原型的 也有很多中国人在不辞辛劳的给老外普及知识 这个猴子他会72变 所以能变蝉飞 他的武器是金箍棒可以自由变换 他还有一些铜头铁壁之类的能力等等 下面则是如迪四可的老外疯狂问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他掏耳朵掏出棒子 然后有国人用西方强调给他们讲 这个猴子是怎么去了龙王的宫殿 怎么觉得龙王给的武器太精 这是有个柱子赶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到来 于是就自动变小并来到他的手中 所以你看这个棒子一开始就会变大变小 当然也就可以放在耳朵里 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常识的东西 很多欧美用户完全不知道 而另一位越南用户则直接了当地说 日本 韩国 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这句话反过来度 其实就意味着欧美用户 基本没有对西游题材的直接认知 顶多是有通过日本漫画的一些片面认知 所以说在对西游的理解上 按地域基本可以划分为三类人 完整了解西游故事的中国人 对西游有一定了解的其他东亚人 基本不了解西游的欧美人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按照地区来分别介绍 首先是日本 作为中国的禁灵 根据现有记录 日本对西游记的引入 可以追溯至18世纪早期 日本购内厅树林部 收藏的一份1725年的进口树集记录 就有西游记一部二套的记载 到了18世纪中期 就有汉学家开始着手翻译西游记 经过70多年 三位不同翻译家的努力 用异议的方式完成了通俗西游记 尽管翻译的并不严谨 但依旧让当时日本普通人 接触到了西游记中的故事和情节 当时日本最知名的通俗文学作家 曲婷马琴 就在他的名著八犬传的一条附路中写道 水浒 西游 骑 且巧 西游绝妙 句句锦秀 堪称败史之大笔 和文之诗表 因此虽然真正的西游记全一本 直到二段结束后才在日本完整出版 但日本民间对西游故事是早有认知的 而且许多我们熟悉的文化名人 都与西游有个关联 早在1940年 东宝就出品过西游记题材的电影 其中负责摄影工作的就是后来被称为特赦之神 并拍摄了奥特曼系列的远古英二 1943年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首种之虫 看到中国万世兄弟于1941年制作完成的长篇动画电影 《铁扇公主》后很受触动 进一步坚定了他想要做动画的想法 1952年首种发表了漫画《我的孙悟空》 这部漫画虽然在情节脉络上大体与西游记相同 也有西天取经的环节 但完全不是一个严肃像的作品 比如唐僧到了天竺后因为需要拿的经书太多 佛祖干脆把经书变到一个录音机 方便携带 又比如最后 不仅悟空 悟尽 悟能都变回了人形 唐僧还长出了像天使一样的翅膀 整部漫画可以说是首种按照自己对西游的理解 绘制的一个同人作 虽然也很幽默 充满同趣 但也在客观上让西游记在日本的传播逐渐脱离了原著 60年代 一个名为石川英甫的作家剑走偏锋 分别使用了四本古典名著的人士 写了四本科幻小说 分别是SF西游记 SF三国志 SF水浒传和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说红楼梦 不不不 大概因为红楼梦实在没法科幻化 最后一本是SF法画经 好吧 不得不说日本人的脑洞实在是太大了 这几本中 SF西游记的影响力最大 在70年代 作品还在著名漫画家松本灵士的帮助下 成功动画化 引进港台时的名称是太空西游记 在SF西游记中 唐僧的形象成为了天分公主 他需要在几个改道人徒弟的陪同下 前往宇宙中心拯救世界 悟空和唐僧间也互有好感 这部小说的流行也让唐僧女性化的改编 被大家逐渐接受 1978年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日本推出了第一部西游记电视剧 虽然能在剧情安排上看出来拍摄着 希望能尽量贴合原著 但在执行层面还是有一些相当大胆的改动 比如请女性演员实验唐僧 佛祖等等 这个电视剧老师也曾经吐槽过 不过我倒是觉得 如果不以还原原著的标准来要求 这部剧在当时看来还是很不错的 后来日本也多次重拍过西游记 但基本都延续了女性出演唐僧的传统 可以说西游记虽然在日本知名度很高 但大众更喜闻乐见的 其实还是做了大幅改编的作品 这种风气自然也影响到了西游题材的游戏 卡普空于1984年在阶级上推出了孙孙 这是世界上第一款西游主题的游戏 可能大家会感觉有点奇怪 为啥这游戏叫孙孙呢 原来在设定中 一批主角是孙悟空的孙子 啊 孙悟空这个无性繁殖的生物 竟然还有孙悟的后代 而看起来像是二师兄名字是囤囤的2P角色 真是却没有任何的详细设定 游戏一开场 师傅 沙士帝和白龙马 就被看起来是天兵的人掳走了 虽然你是孙悟空的孙子 但攻击方式却是发射子弹 2P囤囤的攻击也一样 游戏流程也是偏恶搞像的 你的目标就是打怪 同时吃刷出来的水果等食物获得高分 但是地上刷出来的薯条是怎么回事 打过20关会出现三个颜色不同的boss 打包后你就会见到如来佛 如来佛手里有一卷经书在闪烁 还有大箭头指向他 拿到经书游戏就通关了 又从第一关开始打 什么 师傅没救 不要师傅了 你自己都把经给取了 还要师傅干什么 游戏的整体体验一般 媒体也基本都只给了6分的评价 不过这款产品的监督 却是后来带领卡布公披星斩机的开发部长 港本机器 只能说是这位设计天才 在早年间的一个练手作吧 另一款比较著名的是 1988年大东出品的 横版射击类接机中华大仙 游戏里你扮演孙悟空去打败五个神仙 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中华大仙 但问题在于这个主角 在原版游戏里真没有任何猴子的特征 没金箍棒 没紧箍咒 也没有猴尾巴 穿的还是一身功夫装 游戏里的怪物也很不稀有 小怪是飞行的中华拉面 麻将牌等 有的boss倒是还有点像稀有人物 比如长了个合同头的沙和让 戴着墨镜的佛祖等等 但另一些就似乎找不到对应的人物了 比如凤凰 龙 拿着坡刀的天将等等 与其说这是西游游戏 还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主题游戏 在欧美发行的版本中 游戏的主角干脆不叫Monkey King了 而是叫麦克陈 封面更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主角哪里像孙悟空呢 只能说是强行借了个名字吧 游戏的销量和口碑都还可以 但是这个游戏在文化输出层面 就毫无见数了 除了迎合一些欧美玩家 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外 并不能让玩家们了解关于西游的任何知识 另一款不得不提的西游题材游戏 则是1999年光荣于PS平台推出的战旗游戏 西游戏 光荣这家企业真的是老中国通了 不只是大明天的三国志 三国无双 其实还有凤身榜 这样相对知名度稍低 但同样基于中国古典文学改变的游戏 光荣的西游戏 在大体上尊重了原著的剧情脉络 五行山 高老庄 流沙河 火焰山 乌鸡国 黑风山 等等经典桥段都一一得以呈现 不过游戏同样少不了对原作的改编 比如玩家可以在开场自由选择唐僧的性别 选男性还叫玄奘 但选女性就叫玄娘了 游戏的策略深度也还不错 有五行相克的法术系统 身受变身系统 地形系统等 减少了因可用角色不多带来的重复感 唐僧也不再手无腹肌之力 而是会法术能夹起的奶妈角色 游戏的人设由为十二国际画插画的山田张博担当 非常漂亮 山田张博自己也是个中国通 能用原文阅读四大名作 还曾为《武林群俠传》画过封面 综合而言 光荣的西游戏大概是所有日本西游改编游戏中 综合素质最高 也最贴合原作剧情脉络的一个 但也不知是因为销量 亦或是剧情可拓展度的问题 光荣后来并没有给这个IP做续作 不过在《大事无双》中 倒是有唐僧和孙悟空登场 当然唐僧自然还是性感的女性形象了 可以说在日本 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游戏援助是非常了解的 但是一进入到大众下的影视游戏领域 反而是经过深度改编的作品 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并且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范式 比如女唐僧 再比如西游与高科技的结合等等 而且这种改编的发生是有迹可循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突兀 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就显得十分离经叛道了 值得一提的是 鸟山明在最初画龙珠时 本来也是想讲一个 与西游深度结合的搞笑冒险故事 为此他还特意到中国旅游采风 甚至在初稿中 悟空的造型完全就是一只猴子 但是这一版造型 显得整个故事缺乏创新 最终被泽编勒令修改 为了最终面世的人形悟空形象 布马对应唐僧 乌龙对应八戒 牙木茶对应沙僧 甚至天津饭的三只眼设定 也与杨简谜之相似 不过在连载过程中 搞笑冒险故事的人气一直很低迷 最后通过天下第一舞蹈会片 才扭转颓势 再到后来 整个故事的调性 也走上了打boss旧世界的 传统热血漫画路线 西游的设定最后被彻底边缘化 以至于西方一些仅仅看过龙珠的人 完全不能将龙珠里的悟空 与西游记的孙悟空联系到一起 那么欧美人是如何接触到西游记 又如何理解这部作品呢 与日本对西游早有认知不同 西方人对西游的了解要滞后的多 早在1895年 一位名为武板桥的美国传教士 就对西游记的一些章节进行了摘役 但这一一本 基本只触达了那些以研究汉文化为生的汉学家们 由于文化差异 这些基督教背景的汉学家们 很难向西方民众传递西游记中的道家和佛教思想 只能以东方神话的形式 对杨茧、哪吒、悟空等人的故事进行简要介绍 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是因为戏剧性较强 理解成本相对较低 孙悟空从初始到当道天空部分的故事 开始尤为受到学者、议者们的欢迎 1942年知名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出版了一本 对西方世界影响非常大的西游选一本《侯王 中国民间传说》 这本书选一了西游记中与孙悟空关联较为密切的30个章节 减去了大量与师徒四人关系不大的人物和情节 让故事更为紧凑 在翻译过程中 韦利尽量尊重了原作的语言风格 侧重展现了原作中 嬉笑怒骂讽刺幽默的世俗趣味 而不像此前的一些西游译者 总是倾向于强调其宗教性 比如生硬地将其与讲述基督教朝圣故事的天路历程做比较 将佛教概念直接类比于基督教概念等等 韦利的一本不仅得到了英国文学界的一致肯定 斩获了英国最古老的文学奖 布莱克纪念奖 而且还受到了胡适等中国文人的赞扬 在很多年间 韦利的侯王都是欧美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时的必选教材 更锦上添花的是 韦利还专门针对儿童读者编写了更为精炼的《猴子历险记》 让孙悟空的故事在欧美成为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东方神话 然而韦利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孙悟空的名字进行音译 而是以其身份Monkey King来指代 比如猴哥说俺老孙如何如何就被翻译为Your King如何如何 而悟空这个名字则被意义为领悟空性 所以即便看过韦利一本的人 往往也只是猴王不识悟空 而全一本的戏友直到八十年代后 才由华人教授于国藩翻译完成 但由于时代背景变化 先行娱乐产业井喷 西方大众的兴趣和心态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转变 这部全一本并没能再现猴王的辉煌 正因如此 Dota 2 陆阿陆中的孙悟空 其英文名都还是Monkey King 而不是更准确的悟空 当外国人看到黑神话预告中出现的两个猴子时 普遍感到疑惑 这其实也是因为伪力版猴王根本没有翻译原著中 第57回真假美猴王的故事 至于当初龙珠漫画在翻译英文时 为何没有将悟空翻译为Monkey King 这或许是因为龙珠里的悟空形象实在太拟人化 已经不像猴王 所以出版方就取用了日语悟空的读音 搞清楚这一文化渊源 我们就可以来讨论西游IP在西方的游戏改编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欧美游戏圈都没有用西游IP做游戏 哪怕是给日本游戏做本地化发行时 也动辄把人物名字欧美化 避免玩家的理解困难 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华大仙 而像光荣西游戏这样有文化壁垒的产品 若不是因为与其玩法类似的最终幻想战略版 在欧美广受好评 或许根本不会得到在欧美发行的机会 当然没有明确的IP改编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欧美游戏中 隐隐看到西游戏的影子 比如大名鼎鼎的雷曼之父米歇尔·埃塞尔 就曾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从小就很喜欢东方神话 在2003年他担当制作人的超越善恶中 女主的叔父无论是造型还是性格 都有点猪八戒的感觉 本来超越善恶的规划是三部曲 然而初代游戏虽然口碑很不错 但却由于女主造型不讨喜 以及遭遇了童年育弊另一款大作 波斯王子时之杀的冲击等原因 最终销量频频 续作超越善恶2-08年公布以来 至今仍未公布发售日 经过中间几次方向调整和引擎大升级后 游戏已经完全走向了赛博朋克西游记的方向 可用主角之一的诺克斯 是一只嘻哈风的行星 而他的队友一个是野猪造型的Pager 另一个则是性转后留着爆炸头的沙僧 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System 3的星系里 玩家可以开着飞船从一个行星飞到另一个行星 每一颗行星都有着独特的地形 人物事件等内容 从DEMO来看 游戏的世界相当大 至少有好几十个城市可以探索 就像咱们刚刚讲过的日本的太空西游记 这种将西游与太空科幻题材相结合的改变思路 在欧美也颇受欢迎 或许这和他们科幻魔幻部分家 神话科技一锅盾的幻想文学传统有关吧 与之相似的故事还发生在另一位知名欧美制作人身上 他就是忍者理论工作室的创意总监 塔米·安东尼亚德斯 忍者理论这家企业虽然是个英国公司 但却很喜欢做一些有东方韵味的游戏 他们曾在PS3早期为索尼开发了一款 独占的剑术动作游戏 玄天神剑 在制作过程中 塔米·安东尼亚德斯迷上了中国的武侠文化 并顺藤摸瓜读到了西游记 奴役奥德塞西游 在一篇耶路基姆的采访中 安东尼亚德斯如是描述做这款游戏的灵感来源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幻想史诗 在我心中他可以与指环王相比 我很喜欢猴子的师父三藏的人士 他本身虽然非常弱小 但却对力量强大的悟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 成为了奴役这个游戏的灵感来源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 这位老哥虽然很喜欢西游记 但他关注的重点 却和我们东方读者大相径庭 这种在我们看来有点跑偏了的关注点 在奴役这个游戏的制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除了三藏和悟空间的权力关系有所保留 其他通通都可以修改 奴役抛弃了奇幻世界观 而采用了废土背景 有点接近于终结者的设定 人类因战争所剩无几 机器人统治了世界 所以我们猴哥打的敌人 不再是妖魔鬼怪 而是机器人 人设的变化也很大 唐僧也一如既往的没有保住自己的性别 目的也不是去取经 而是要回家 悟空的变化则稍微小一点 脸上的涂装和使用的棍状武器 倒有那么一点像我们印象中的悟空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悟空是人类 所以没有尾巴 但制作组特意给他设计了一条很长的腰带 实在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更让中国玩家感到迷惑的是 制作组对两人间关系的处理 游戏里的三藏给悟空戴上的紧箍咒 竟然是一个奴隶投还 逼迫他帮自己在回家路上扫清障碍 当然了 随着剧情的发展 两人的关系从单方面的利用 变成了渐渐萌生信任和依赖的情感 呃 确定不是斯德格尔摩综合症吗 而且不仅悟空和三藏有感情线 游戏里的八戒居然也暗恋三藏 其实如果完全抛开我们对西游记原著的认知 游戏本身的故事倒也算立得住 但是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巨大的改变 又何必非要顶着一个西游的名字呢 把悟空的造型换一换 再给人物改个名字 这故事就完全和西游记没一点关系了 这种定位的不清晰也导致游戏在本身的画面 战斗 解密玩法都还不错的情况下 并没有获得市场的普遍认可 累计销量甚至没有达到百万套 这让发行商万代非常恼火 游戏的续作自然也取消了 安东尼亚德斯在2014GDC上回顾这款游戏时说 我不知道是幻想元素的加入 还是过于混搭的游戏玩法 还是游戏的宣发不够 最终导致了这款游戏销量不佳 或许三者都有吧 但我们自己对这个游戏还是很自豪的 站在绝二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根本问题在于 其题材选择和原创故事的混搭太不自然 将稀有人物生搬硬套进一个完全美式的科幻文本中 然而这东西方两套文本 却根本没有实现互相补充 互相应试 巧妙融合 结果就是让东方玩家觉得别扭 让西方玩家也提不起兴趣 不得不说 有点遗憾 当然我也很反对 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标准 去衡量外国改编的西游作品 觉得他们这里不够还原著 那里虎编乱造 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魔改 如果放眼国内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哪怕是国产的西游单机游戏 也都要对原著做出不小的改动 台湾星象电子在97年 于街机平台推出的西游社和传 大概是单机时代影响最大的西游题材游戏了 优秀的动作设计 丰富的可用道具 还有难度极大的挫招指令 让这个游戏成为了与吞噬天地 人气不相上下的神作 但若是非要以还原小说的角度去看 那游戏把天罡火 地煞功 玄冰掌等等 原著力压根没有的武侠招式当作绝招 甚至把天罡火给地煞72遍的孙悟空 把地煞功给天罡36遍的猪八戒 是不是就已经离境叛道了呢 我始终觉得 做游戏不是做学术 不是要自自有出处 对研究对象做尽可能贴切的考据 所以 阐释 而是要从优秀的文本里 汲取思想和灵感的养分 然后脱胎出来 用自己独特的思考 创想 设计 审美趣味 给大家讲一个新的 值得被讲述的故事 并且在此基础上 生发出一个自洽 有趣的玩法 归根结底 对IP的化用是否成功 并不取决于魔改了多少 而取决于魔改之后的游戏 是否动人心弦 独具魅力 实际上任何故事乃至文化 都像人心本身一样 变动不菊 在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中 善变出多样的面貌 纵向来看 从玄奘奉召口述的大唐续记 到故事越来越离奇的唐墨笔记 读一支 大唐新语 再到北宋年间 大唐三藏取经诗化 创造出神通广大的猴行者 就如同母贝一层层包裹沙粒 形成珍珠一样 是时间的包浆 孕育了如今的西游记 而横向来看 魔改更是文化传播的虚伪所在 东阳与西阳 往往互为一种奇特新意的景观 可以给彼此沉挚的思想 吹来一缕清风 福尔泰魔改原杂句《肇事孤儿》 写出了风靡欧洲的中国孤儿 弘扬他心目中的中国启蒙精神 我们的佛教文化 把原初印度的男菩萨 魔改成了女性 还管母子平安 甚至我们以为土生土长的悟空 也早已融合了 印度猴神哈勒曼的诸多元素 可以说改编无处不在 但只有优秀的改编才会留存下来 成为时代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希望黑神话悟空 最终能通过优秀的游戏素质 让外国玩家对西游戏产生更强的兴趣 让悟空这个名字 与Monkey King一样 家喻户晓吧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了让这期内容足够准确 我也查了很多专业的论文 希望大家不仅能看到这些 不那么对味的游戏 更希望大家能明白 这背后深层的文化背景 所以一不小心又吵了篇幅 既然都看到这里了 就给一波三连支持一下吧 让我们下期再见